人生和幸福 歡迎收看無線七點半一小時新聞 我阿林可盈 今晚的主要新聞包括 來往香港、北京 和上海的高鐵洞外列車手法 盛客有搶有騰 要追求以前2018年的數字 這個真是有點不切實際 零售業表現疲弱 業價預測全年消貨額都會跌 李強在澳洲推動熊貓外交 宣布再借出大熊貿 詳細內容 經港和滬港改用高鐵洞外列車 四班手法列車昨天挨抬出發 分別在清晨抵抬目的地 政府和港鐵說會視乎需求 爭取增加洞外班次和目的地 香港手法去北京的洞外列車 清晨開入京城 在列車度過一晚 乘客又有沒有好隨好戲呢 當然車行駛會有些震 這個要看你接受程度如何 我本人來說我睡得著 所以你看到我都精神一點 是吧 車裡面很安靜的 是外面很大聲的 就是外面 路櫃上面很大聲 飛機比較好一點 現在比較下來 廁所剛剛壞了40個人 如果輪要排隊 這班洞外高鐵 早一天挨慢6時24分 由香港西九龍站出發 經過大概12個半小時車程 早早6時51分抵達北京西站 比原定時間早了兩分鐘 座上客包括 運輸及物流國局局長林世雄 他形容旅程舒適 但會向港鐵和國鐵集團反映 有乘客認為疏洗設施不足 林世雄在北京 和國鐵集團的代表會面 商討如何進一步 提升高鐵香港的服務 包括開通更多地點 並且加密班次 好 你好嗎 大青組抵達北京 有旅行團即刻展開行程 去喝早茶 來往香港和上海的棟臥列車 分別在6時45分 和7時25分 抵達上海紅橋和西九龍站 在滬港列車的餐卡 提供港式風味的食品 包括腸粉和雲吞麵等 我覺得挺受害我們 我年齡了 所以我高鐵改了 動車和臥部回香港 我週五下班 我不用請假 說末時可以回老家了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 楊潤雄和港鐵的管理層 迎接抵港旅客 增加班次 或者增加次數 或者日數 都會考慮到顧客的需求 和不同的目的地等等的需要 同時我們也要考慮 因為夜車會經過很多不同的地段 那些地段實在在夜晚都需要維護 所以我們要平衡維修的工作 和乘客的需求 港鐵相信 動鱷列車有助吸引更多旅客來香港消費 無線電視機就是中拆熙在北京報導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兒說 最新預測全年零售總消貨價值 是低雙位數跌幅 認為要追求疫情前的銷售額 有些不切實際 短期或者有一招有助賺錢 4月零售總消貨價值 按年跌近一成半 是2020年7月以來最差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兒 在本台節目說清說錯話 最新預測全年仍然會是低雙位數的跌幅 旅客和本地市場都有問題 是否反映本港的盛事效果有限 這些招數不可以說沒用 但是要時間 不是一招一席 不是按鈕下來的那群遊客 始終真是順遊客 他們不是真是來購物那類的遊客 始終三年 三年的疫情真的將很多東西都改變了 當然我們追求的數字是想追求高一點 但是現在的環境已經變了 要追求以前2018年的數字 那這個真是有些不切實際 他相信零售銷售明年會重拾升幅 近期小部分疫史賺錢的商戶 都有一個共通點可以參考 他們有一些很厲害的優惠 很大力的推廣 未必是去到國喉式那麼誇張 跟國內去鬥便宜就真是沒得鬥了 能夠是提升性價比 那時候都有機會 因為始終香港的貨品 品質各方面都是做得好的 他促請盡快提高訪港 內地旅客救物免稅額 去到一年10萬元人民幣 也都要參考內地加入增值服務 令到香港變為救物體炎天堂 無線電視記者陳家印報導 政府研究規管不惜設居所 取締劣質劏房 有調查說劏房戶擔心會退告造禁 根據統計處調查 全港有超過10萬個劏房 住了超過21萬人 名外社區發展服務 去年12月到今年4月 訪問了231個劏房或板間房住戶 7成受訪者贊成當局取代劣質劏房 但同時有6成人擔心劏房租金會推高 因為劏房居然減少 租金會上升 這些都會令到他們有機會搬來原區 搬去一些更差的地方居住 甚至可能找不到地方住 調查又發現 6成單位面積小過100平方尺 超過2成6更加小過76平方尺 當中近8成是單身住戶 那些是關鎮房來的 除房和廁所是共用的 才是劣質通房的 但現在我申請的公屋 已經是18年了 現在還未有消息 名外社區發展服務說 現時公屋輪候 非長者一人申請又超過9萬宗 公屋供應陸續增多 家庭申請者可以受惠不同的房屋政策 但非長者缺乏支援 單人住戶都是政府必須要重視的群體 我們期望政府可以再改善配價計分制度 提高配額數目和增建一些公屋的一人單位 機構有期望在市區增建簡約公屋 無線電視記者藍豪杰報道 英國傳媒報道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向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說 美國試圖慫恿北京武力公題 但他不會上當 金融時報引述知情人士說 習近平去年4月在北京向訪華的 馮德萊恩探紧美國企圖 報道說 習近平認為中方一旦與美方衝突 不僅會破壞中方多項成就 亦會削弱中方在2049年實現大復興目標 即是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據報習近平曾向內地官員作出同樣訓示 有分析認為 習近平可能是想勸了歐盟在台灣問題上遠離美國 美國國防部據報在新冠疫情期間 利用虛假帳戶 在社交媒體散播關於中國新冠疫苗的虛假訊息 煽動他國民眾質疑中國疫苗的效力 路透社發表調查報道 指美國國防部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間 曾發起秘密行動 透過冒充菲律賓人的網絡假帳戶 發文質疑中國提供的口罩 快測試劑和疫苗質素 散播對科興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懷疑 掀起反疫苗運動 目的是為了壓制中國在菲律賓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路透社在社交平台X 發現至少300個美軍操縱的相關虛假帳戶 當中大部分是在2020年夏天建立 廣泛使用中國籍病毒的口號 聲稱病毒是來自中國 疫苗亦是來自中國 所以不可信 報導說美方的反疫苗運動 開始在2020年春季 即是前總統特朗普執政期間 範圍亦擴展到東南亞意外地方 包括中亞和中東 並且針對不同社群 制定不同宣傳策略 例如在穆斯林群體當中 質疑中國疫苗可能含有豬肉名教 不符合伊斯蘭教義應當被禁止 現任總統拜登上任後幾個月 還持續執行 到2021年中才叫停 外交部回覆路透社查詢 批評美國政府長期操控社交媒體 散播錯誤資訊 科興發言人稱 污名化疫苗會產生嚴重後果 包括降低疫苗接種率 引發社會恐慌 及公共衛生信任危機等 有菲律賓前衛生官員批評 在菲律賓沒有能力自主研製疫苗 不斷有民眾染疫去世的時候 美方行径是在傷口上灑鹽 科興疫苗是新冠疫情期間 菲律賓民眾能夠接種的第一款疫苗 首批60萬劑在2021年初混底曼尼拉 是任總統杜特爾特 形容中國的疫苗援助 彰顯兩國之間的猶疑 無線電視記者陸子奇葡道 國務院總理尼強繼續澳洲訪問 轉抵首都坎培例 他之前在亞德萊德探訪一對大紅帽 宣布向澳方借出另一對年輕和活潑的大紅帽 李強又和當地酒商會面 澳方說有信心中方計葡萄酒之後 很快就會解除活龍蝦的出口禁令 國務院總理李強展開第二天澳洲行程 早上在澳洲外長黃英賢和南澳洲長 馬林魯·斯卡斯陪同之下去到亞德萊德動物園 探望旅居澳洲十五年的大紅貓 網網和福尼 牠們將會在11月送回中國 李強說笑說網網非常餵食 相信大紅貓在澳洲生活得很開心 澳方照顧得牠們很好 牠又宣布中方將會向亞德萊德動物園 再借出另一對大紅貓 更邀請動物園人員親自去到中國挑選大紅貓 我願意在這裡告訴大家 中方會盡快地盡早地 另外提供一對同樣漂亮活潑可愛的 年輕一點的熊貓給亞德萊德公園 我們繼續開展中澳大紅貓的合作 亞德萊德成產葡萄酒 自中方三月底取消向進口澳洲葡萄酒徵收關稅之後 澳方說4月出口自中國的葡萄酒總額 急增去到8600萬澳元 折合大約4億4千萬港元 李強獲邀參觀當地酒莊 並且和黃英賢、貿易部長法瑞爾 和業界代表在莊園裡的餐廳舉行午餐會 法瑞爾強調澳洲從來沒有向中方叩頭 以換取葡萄酒關稅的取消 強調這是澳方設法穩定中澳關係所得出來的成果 對於中方會否取消活龍蝦禁令 法瑞爾說相信很快會有好消息 還獲著澳洲大使館引述李強說 中澳關係經歷一段波折之後重回精軌 為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歷史證明相互尊重、求同存異、互利合作 是發展中澳關係的寶貴經驗 必須堅持發揚光大 李強星期一將為坎培拉和澳洲總理阿爾班內塞會議 阿爾班內塞已經表明會和李強探討敏感議題 包括澳洲華裔作家楊恆君在中國被控間諜罪 關押五年後被判死換 以及中澳軍方緊張關係升溫等等 無線電視記者陸子琦報道 有時一會,回來還會報道 海關賭破兩個走私藥物集團 檢獲140萬個懷疑走私藥物 一共值大約8千萬 抓了四個女人,包括三個外籍人士 海關檢獲的走私藥物 包括含有毒藥表第一部的受管制藥物 例如壯陽藥,相信未有流出市面 海關上個月在機場截查一個 準備寄到去意大利的空運包裹 裏面藏有22粒狀藥藥 之後鎖定兩個走私藥物集團 分別利用梅窩的村屋 和新蒲江的工廠大廈單位 作為包裝及儲存倉庫 經本地郵局寄到去超過60個國家 海關今個月初 在梅窩拘捕一個在郵局寄包裹的 意大利女人 將她帶回到村屋 發現60萬粒走私藥 同日在大嶼山拘捕一個 負責運送的本地女人 星期六在尖沙咀郵局 拘捕一個寄完包裹的菲律賓女人 並且在新蒲江一個工廠單位 發現大約80萬粒走私藥 拘捕另一個負責看管的菲律賓女人 海關說今次檢獲的140萬粒走私藥 數量大 屬於近年較為罕見 當中一半是狀陽藥 而大部分藥的生產地是印度 屬於仿製藥 即是副寵藥 集團將藥物盒拆開 只是寄出排中藥 來隱藏內原地 當這批藥物運到香港之後 是會由集團成員送到位於梅窩 以及新蒲江的儲存中心 稍後時間他們會按需求 將藥物拆裝放到郵包裏面 再由集團成員拿去不同的郵政局 去進行郵寄寄去外國 甚至在倉儲方面 藥物的分類以及擺設 都是非常接近的 不排除有機會屬於同一個大集團 海關說任何人非法管有 讀藥表第一步的藥物 最高可以判罰款10萬元銅金兩年 而沒有許可證進出口藥物 最高可以判罰款50萬銅金兩年 無線電視記者何曼君報導 警方倒破一個高利泰 非法收債集團 抓了20人 警方說犯罪集團 以一間持牌放債人公司掩飾 經網上或者隨機傳銷電話 聲稱可以不需要工作證明等 簡易批出貸款 放債人其後向借款人 收取額外的手續費和行政費 等同貸款實際年利率超過百分之二百 當借款人無力或者拒絕還款 就會派人滋擾 包括潑紅油、毀壞門鎖、恐嚇和毆打等等 警方上星期抓了十五男、五女 部分有三合會背景 距離英國大選不足三個星期 最新民調顯示 執政保守黨可能會慘敗 現在在下議院三百多隻 只是保得住大約七十隻 工黨就成為大贏家上台執政 英國將會在下個月四日舉行國會大選 多個傳媒包括星期日 《泰晤時報》引述其中一個最新民調 預測司己然領導的工黨大勝 手上森惠城所屬的保守黨慘敗 英國下議院有650席 民調說本來有三百四十幾席的執政保守黨 可能只有72席 工黨有望獲得456席 自由民主黨有56席 英國改革黨有7席 而其他黨派就有59席 另一民調顯示 工黨支持率是4成6 保守黨只有2成1 是新衛城前年10月執政以來 保守黨面臨最嚴重的挫敗 若果英國大選結果和民調相近 意味工黨已佔過半數門檻 黨魁斯己然有望獲推舉為首相 保守黨就成為最大在野黨 英國《衛報》近日報道 新衛城強調會繼續力爭選票 不會因為民調結果而改變施政方向 又說保守黨一旦落敗 他卸任首相之後會繼續做國會議員 他認為就算工黨執政都不對現施政承諾 衛報又說假設保守黨失去執政地位 前內政大臣彭代玲、柏匪文 前入境事務國務大臣鄭偉琦 和前國防大臣莫佩林等有意爭做保守黨黨魁 前提是他們不要輸了國會議員 否則無望爭做黨魁 無線紙記者梁銘山報道 美國抵特律師郊有槍手在公園開槍 讓成九個人受傷 其中八歲男童和他的媽媽危殆 疑空在警方圍捕期間自殺身亡 當局未有透露疑空的身份和施襲動機 警方在案發現場拉起封鎖線 發現一把手槍、三個空的彈甲和二十幾個彈殼 事發在密歇根州抵特律附近的羅切斯特山 當地星期六下午五點多 有不少人在公園的水上落人氣氣 當槍手落車之後 在現場連開近三十槍 其中一個女人的腹部和腿部受傷 她八歲的兒子頭部中槍 令一個四歲的兒子大腿受傷 其餘傷者包括一個78歲男人情況穩定 警方在接報兩分鐘內趕到現場 並且追捕槍手 他們在公園附近一間屋發現槍手的座架 亦出動無人機搜查 發現一個42歲的白人疑空在屋內自殺身亡 警方相信疑空和媽媽同住 警方又說在疑空的家裡找到其他武器 包括一支半自動部槍 2021年密歇根州曾發生槍擊案 當時一個15歲少年開槍射殺四個高中生 母親電視記者朱瑟琳不得 傳聞一下 今天是父親節 天下的父母都想子女健康成長 但如何培育一個因病失明的女兒成為音樂家 鍾卓希和兩父女聊過 很好, 大家好, 我是蕭海恩, Michelle 在我三個月長的時候患了眼癌 所以要切除雙眼才能保住我的生命 但我經常都很希望你可以透過我的音樂 以及我自己的生命 令更多人越來越開心 越來越快樂 很感謝身邊有很多小天使 一直沒有力氣我 我給爸爸的花瓶 好感動 讓你有三天時間, 重建光明 你會有什麼心願? 我真的很想看到爸爸的樣子 如果看到東西的話 對我來說 他是個帥哥 我看不到別人的口型 爸爸會跟我嘴對嘴 另一隻手就會摸著他的喉屈 爸爸, 學走路也是 爸爸就會抱著我 把我的腳踏在他的腳上 從我小時候開始 我爸爸是陪著我走我人生的每一步 我從小就鼓勵他跟普通人 平常人一起去生活 讀書、比賽 不要標籤他們是殘疾人士或是視障人士 我已經知道, 才是說得對嘴對嘴對嘴的 我一直希望在沉由你 以前我陪牙一起跑馬拉松 拓端, 跑馬拉松 這幾年腳的退化 經常會跌倒 爸爸, 其實我知道你一直都很辛苦 以前懂事的時候 他經常會說一些令你很生氣的話 很感謝你一直體諒 你是我在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我真的很想你健康一點 我知道沒可能 不過我希望你一直陪著我 如果我八年歸都走了 就沒人照顧他 放不下這件事 我希望將來有個歸宿 有個親伴侶 可以照顧像我那樣疼他 I love you forever love 再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時事中國 歡迎收睇時事中國 連接深圳和中山的深中通道通過交工研修 預計今個月底正式開通 據報大橋通車當日 橋面穿梭巴士將會同步營運 並提供24小時服務 完成針對海底隧道入面特發市股價應急演練 以及特殊消防工程的驗收之後 長大約24公里的深中通道經過7年的建設 來到正式通車前的最後一步 國家交通運輸部公路局 廣東省交通部門等80個單位 150多名代表 週末起一連兩日分別圓通道參觀同時檢測 央視引述專家說 興建深中通道期間 每完成一項工程都會進行技術檢測和教研 而今次是通車前最後一次綜合測評 用來評估整個項目的工程質量 各方專家經過近4小時總結之後 確認通過驗收 而大橋24小時穿梭巴士服務 確認會在深中通道通車當日同步開通 首批20架新型旅遊巴 已經正式交付項目營運公司 生產商說安全性能方面 除了配備駕駛行為採集系統 考慮到大橋途徑的水域 每年有六成以上的時間 南北對流風速達到六級以上 穿梭巴士也具有抗旺風能力 而服務採用預約制 乘客在指定平台登記之後 可以在指定車站上車 無線電視機者陳雪兒報道 內地入境旅遊市場復甦 而隨著中國單方面 免簽新西蘭的消息公佈之後 多個旅遊平台數據顯示 來自新西蘭的旅遊訂單大幅增加 國家移民管理局公佈 外籍人士入境人數 今年首季度比去年同期增加三倍以上 央視新聞報道 來自新西蘭的入境旅遊訂單 比去年增長近六成 或中國納入單方面 免簽國家範圍之後 有旅遊平台數據顯示 新西蘭遊客搜索和中國有關的關鍵詞熱度 比公佈前一天大幅上升六成半 去當地旅遊的內地居民也有所增加 業界估計有望在暑假恢復至疫情前 即是2019年同期水平 外國遊客想了解當地的特色 聘請外語導遊去選擇節日 有業內人士就說 今年使道暢旺 11月前的月約都已經爆滿 有旅遊社就說 和過往的大型旅行團不同 外國旅客現時傾向2至5人乘團 費用比較高 但可以按個人要求設計行程的小型團 除了遊客 來自北美、歐洲等地的旅行社 近期也陸續去到不同的省市探路 籌備開拓新路線 無線電視記者陳雪兒報導 內地新能源汽車在全球市佔率不斷上升 部分車企也都進軍香港市場 包括廣汽集團 對於歐盟加征中國新能源車關稅 集團承認對出口會有影響 由駐廣州記者陳卓康報導 中國電動車崛起其中一個關鍵是電池技術突破 這款新一代的全固態動力電池 實現突破續航1000公里 預計在2026年量產 被子彈射穿都不會爆炸的彈盒電池 採用氣形膠隔熱材料 都是總部設於廣州的廣汽集團 自主研發的新能源技術 潘嶼區的大型廠房運用自動化設備 每天可以組裝800至1000架搭載智能系統的新能源車 潘嶼化龍鎮有汽車小鎮之稱 聚集了以廣汽為首的汽車產業鏈 去年單是廣汽一間企業就佔了廣州市20%的本地生產總值 歐盟對中國新能源車加徵關稅去到最高超過38% 集團管理層和傳媒會面時承認對出口會有影響 但是強調走出去的方向不會改變 基本盤仍然是一帶一路金磚國家和周邊市場 全球各個市場我們都會堅定地走出去 積極地應對各方面帶來的挑戰 希望把我們的產品能夠通過我們的努力 不斷地能夠走到世界各個角落 集團說亦都部署以香港作為拓展亞太市場的核心 將會興建超級充電站等設施 多款右軚版車型亦都會陸續推出 預計第一年可以賣出最少3000部 無線電視駐廣州記者陳翠康報導 內地南盧北韓情況持續 廣西和福建繼續下暴雨 河南省不少農田因為乾旱 沒有辦法播種 農戶由水井抽水 但只能夠抽出泥漲 內地糧食生產大省之一的河南省 5月以來降雨量比平均值少七成多 加上近期年一高溫 刊情進一步加劇 當地傳媒報導 直至上個星期 全省882萬畝農作物受刊 至少323萬畝農田因為乾旱 沒有辦法播種 有農民說七個灌蓋用的水井 更一半乾了 其他只能夠抽到泥漲 如果再不下雨 將會損失慘重 星期日河南省部分地區短暫下雨 行情稍為緩和 但內地氣象部門預計 北方星期一起將會迎來新一輪高溫天氣 河南、山東等地仍然是重災區 至於廣西繼續下暴雨 截至星期日上午8時 有22條河流超出境界水位 最多達到3米 貴江、西江形成今年第一號洪水 連日暴雨也人發山洪 大量泥石隨著水流跌落下方的隧道口 當局加近清理 福建有公路因為發生泥石流、交通中斷 央視報道洗經現場的司機及時逃生 未有造成傷亡 而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 深圳大鵬鎖成部分城牆 亦都在周末的暴雨下倒塌 當地應急部門說已經臨時關閉警區 正是安排文物專家等評估情況 無線電視機者陳雪兒報道 深圳有屋苑為近2000戶業主送上大禮 分發大約184萬人民幣現金 每戶最多可以領取2000多元 這扮住戶為何排長龍呢 原來有錢派 這筆錢又來自哪裡呢 原來業主委員會和物業管理公司簽約的時候列明 共有物業經營收益在扣除成本之後各分一半 業委會這次就決定將2020年2月至今有關收益的六成 用了分紅給1938戶業主 每戶可以領取650元至2200元人民幣不等 我們的結余是300多元 184萬分給全地業主結余的100萬左右 我們還是要擁有小區的建設 有物業管理業人士指出 公共收益主要來自停車場 遊泳池出租等等 業委會的做法又作鼓勵管理公司 更加積極地處理屋苑的事務 他認為這行機制要成功推行 重點是令公共資金的管理公開投名 無線電視記者陳雪兒報導 這次時事中國說到這裡 來到最後一節新聞 西灣河水景基地一個南警中槍死亡 警方說那個警員頭部有槍傷 當場證實死亡 據了解 事發在下午大約5點 一個今日值班的高級軍裝警員 被發現在基地休息室死亡 涉案的槍屬於他的配唱 死因初步傾向無可疑 消息說他入職大約30年 水景總區重案組接手跟進調查 一個57歲的香港女人 去到珠海注射欲毒港菌毒素之後 懷疑中毒 珠海市衛生健康局提醒 港澳居民要謹慎選擇醫療美容機構 當局說任何的醫療美容項目 包括注射欲毒趕菌、玻璃蒜、垂光針和麥線等等 一定要由持有醫師執業症的醫生 在有執業許可症的醫療機構入面進行 當局提醒港澳居民在選擇醫美機構的時候 要查看他們有沒有執業許可症 或者診所備案證 也可以要求醫生出示資格證和執業證 查看他們註冊的是否合法機構 以及是否具有美容主診的資格 也要了解醫美項目的風險 而完成後就要保留就診和消費紀錄 如果發現有任何違規機構可以向當局舉報 烏克蘭和平峰會在瑞士舉行 路透社引述峰會草爾聯合公佈 要求俄羅斯將歐洲最大核電廠交還給烏克蘭管核 西方多國說俄風不能迫使烏克蘭投降換取和平 沙特阿拉伯就說 任何有信服力的和談必須有俄羅斯參與 一連兩日的烏克蘭和平峰會 星期六在瑞士比爾根山度假村揭幕 超過100個國家和地區 以及國際組織派代表出席 俄羅斯沒有獲要預會 中國不派代表出席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不在場 路透社引述峰會揭幕前草爾聯合公佈 內容提到要譴責俄羅斯 持續造成大規模殺戮和破壞 並且敦促俄方尊重烏克蘭領土完整 又強調在俄烏戰事中 威脅或者動用核武都不能接受 預會代表也要求俄方 將歐洲最大核電廠 紮波羅熱核電廠交還給烏方管核 同時要求俄方釋放戰婦 將所有遭到非法囚禁或帶走的烏克蘭人送回國 烏克蘭總統扎尼斯基就說 任何人都無權侵略鄰國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就批評俄羅斯總統普京 並不是尋求和烏克蘭談判 要是要求烏方投降 法國總統馬克龍就強調 不能夠借烏克蘭投降去援取和平 沙特阿拉伯外相輝薩爾就說 要推動實際可行的和平進程 必須要俄方參與 當中涉及艱難的妥協 普京早前開出停火條件 要求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 並且撤出俄羅斯控制的四個地區 包括頓列茨克、紮波羅熱等等 中方早前表明 與巴西就解決俄乎戰時的六點共識 已經得到超過100個國家積極回應 六點共識包括三項原則 即是戰士不外日、戰士不升級 各方不拱火 武仙電視記者朱瑟琳不得 美國駐日海軍陸戰隊據報 將會在今年12月開始移私關島 預計2028年左右完成 公共社報導 現在美國駐於日本沖繩的海軍陸戰隊 將會在今年12月移私美國屬地 位於西太平洋的關島基地 前後轉移大約4000人 另外計劃向夏威夷和美國本土等地 轉移多5000人 預計去到2028年 駐留沖繩的隊員會減到近1萬人 以減輕沖繩人員負擔 整個計劃耗資大約87億美元 折合大約679億港元 丹麥一間科技公司開設了一間新的研發總部 製造專門和人類拍檔的工作機械人 一起去看看 搬運貨物不經人走 可以從上面拿 也可以在下面托 這些機械人和機械臂 將會在各行各業 馬不停蹄為我們服務 一間科技公司 最近在丹麥第三大城市歐登塞 開設新總部 開發協作式機械人 即是專門和人類一起工作的機械人 公司總裁說 工業生產可以用機械人來實現全自動化 但有一些行業 例如物流、醫療、飲食等 仍然要靠人手主導 若要找機械人幫忙 就必須使用可以和人類安全互動的協作式機械人 他們動作不可以太大 要避免碰撞 和能夠調節工作速度 來配合不同的同事 這支機械被證按照貨物清單 執齊貨品到一個刀裡面 不過手腳就比較慢 還未追得上人類的效率 若和同事一起執貨 可能會被人罵 這個在幾塊集成電腦之間 發來發去做品質檢查的 是電子機械眼 被人類優勝之處是沒有近視 也不會睜眼睡 歐登賽本來是造船中心 在造船業沒落後 轉型成科技重鎮 有超過160間企業在這裡設廠 成為丹麥的機械人之都 無線電視記者簡永信報導 尖東海濱連續第二天 舉行國際龍舟邀請賽 這一天也有辦野大賽 吸引了不少觀眾 爬龍舟不一定鬥快 也可以鬥造型 今年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就有15隊參加辦野大賽 這班小精靈似乎都屬水性 他們曾經合作取西京 這一天又得不得到公眾和評審的誰稱呢 小心駛得萬年船 好打得的街頭霸王都穿上舊生衣 現在是很興奮的狀態 因為我們是馬來西亞來的 專門乘飛機過來參加龍舟比賽 龍舟好像我們出來一樣 充滿青春和活力 飄來榴槤之鄉 炎熱氣可以選擇水果拼盤 用木餐具做掌又會不會浸軟呢 我們這餐具很牙齊 所以非常熱烈 我看到兩婆不停叫不停叫 我們一直沿著走的時候 一直開派對 選手爬得開心 觀眾都提得高興 辦野當然有辦野特色 大家最重要是開心玩 但比賽有比賽的氣氛 有它的熱烈 今天下午氣氛非常好 今天早上還不行 今天人少一點 要昨天真的太好吃了 昨天下午沒得看 太大雨了 最後的勝利 就屬於可以帶給大家歡樂的小丑 至於其他賽事 焦點之一的國慶杯 冠軍由黎智信德的隊伍奪得 台灣花蓮高中的代表就得到第三 賽事期間尖沙聚海旁 一直有海風 有震出太陽 有震落微微雨 選手都說天氣算舒服 好過第一天 不會影響他們發揮 無線電視記者王子瑜報導 7時半新聞報道完 再會